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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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毛铃两河的毛铃就说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家 我们不会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采取歧视性的做法 这一样东西呢 我给他合格 叫50分 你不能还在这儿小小小小的 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伟大祖国做得不够 现在呢 大陆讲的网上 百分之七八十呢 都是吵架这个叫人 当然有一二十呢 就是那些疯的啦 爽的啦 但是 那当然啦 你说是不是八十个百分之本身 都是这么反对吵人这种做法呢 又未必的喔 因为很多 在西关靠大边的 看到这么多人吵架 就吵架一份 那如果很多人是 吵架你了 就是不仰 日本人就是王道 那他们都会不仰的喔 我相信 我对中国人的看法 但是 我觉得国家做得不够的 就不是说 我们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家 没用的 你是有些罚则的 你没有法例 没有法例去罚这个亚人也好 其实一定有啦 你实际私事才行啦 你没有法例也好 你有公权力在手 你一定要令到这些这样子 要suffer才行的 就是炒了保安先啦 是啊 那也是一个做法来的 喏 起码这样呢 你才令到下次的人 不敢乱来的 如果你真的有心去杜绝 这种行径 但是有没有心呢 我就看你有没有这种行径 有没有这种动作 如果不是的 喂 你那个别人我不评论 不过我们的国家政策 就是绝对包容和开放 没用的 那些人就说 人家又没有事 保安又没有事 下次又是这样玩 玩东西 是吧 人家就说 他又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 了 起码有20%的人 可能会觉得很能够 是吧 好了 另外呢 土瓜环金港匯 金港匯在哪里 是不是坏洪昌呢 又有大陆团 食物中毒 这些很呱呱呱呱呱 没有什么事 我也不会说因为大陆团 这些人来消费 其实我觉得 现在大陆团搞什么呢 我听不到什么投诉 说他们逼人买东西 但是 有时我回到土瓜环 我真的看到那些团的人 那些样子 老实实说 大家知道是什么样子 我真的可以帮到香港多少 要报什么团 什么支团费呢 但是这个是大厦 来的 六日 好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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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问题就是说 他是在 两个月内第二次 出现有人吐痛 又是这间 又是这间 又是吃了白灼虾 那白灼虾很难吐痛 根据这个卫生防护中心就说 他们研究过上次事件里面 就是发觉 煮虾 或者装虾的容器 曾经处理过其他未煮熟的食物 哦 有可能 但是是不是这么容易呢 这次的虾煮熟时间又不够 就是 那些虾不够熟 那些容器可能会装个生物 那就死得了 好了 那这次又来 又来 但是上次 出现了这个腹痛 口心等等 这个症候 好 已经 就是上次派人来 啊 那 那 现场调查食物足够 就是用 可能使用了 清洗生海鲜的器皿 就是那个碗啊 碟啊 碟啊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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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没有了 就把它放进去 好了 很快嘛 交叉感染的 好了 好了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所以它们没有用 还是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摘在那些时间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是呀 通常都摘在那些时间 对呀 你捉什么嘛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那就未必要 你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 好的 好了 另外 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 那些西方 可能解冻又不够啊 嗯 你一定是要介绍那些 是呀 才行的 好了 喂 现在真的呢 如果有钱 大家真的是上山顶 喂 白家市 白家道 白家道 买屋的时间 为什么呢 我们逐样讲 大家记得 杨嘉诚 就是前英超 後來現在鷹甲,百名汗的前班主,很難見的,拿過足重盃的 他被控洗黑錢,在香港,錯維了六年牢 在2018年,頒領要充公他三億三千八百萬的資產 其實我覺得是幾等七糧,牢又錯了,資產又要充公 好了,一年來之乎,但如果不是你要錯十年牢 十年牢,但因為2018年,頒領要領,但因為疫情 於是獲准延期還款,是合理的,法律不愛認證 好了,那個充公令下,直至今到六年,他給了一億來四千萬 還欠兩億多,即是說他不是沒有誠意 因為老實說,你給我也有誠意,不然我要錯十年牢 要是,當時法官大人不肯說話了,我老在那裡不肯給 我找不到一年三千萬,你抓我去坐牢 但他有一年多,他給了一億多 好了,今年七月,楊嘉誠和律政司申請 透過律師,和律師申請,可不可以再押後 因為他真的沒有錢,現在正在賣樓,賣著百家道的獨立屋 好了,而且亦準備還多一千三百三十萬,這麼寧丁 我想是刮到不盡了 好,細節我不說了,我們來看看 原來楊嘉誠在2005年,一億四千六百萬 零五年,一億多,買到一個小屋 三十一毫B,三千二百零三尺 咦?到最後,三千多,即五萬一尺 都要這麼貴嗎?那時候也不肯使用 我先計一計 不過他有花園,還有三千七百尺戶外空間 各位網友給我一些意見,看看我夠不夠 我只是想著去,賭夠他 過十八千萬,十萬八萬,千萬億,除 只是計室內面積,不會繼續花園 四萬多一尺,四萬多一尺 現在有些樓都四萬多一尺,在高峰的時候 好了,他去年放售,四億一 現在,政府是兩億多 好了,現在就說,不要說話了,法官說 OK,你呢,就給多,看看先 嘩,很少啊,大佬 現在給,今天說,握口到10月22日再信 10月22日再信 10月22日,一個多月而已 如果在那個日期前,你未能支付 你能夠支付金額呢,就可以各自聆訊 如果在那個日期前未能支付呢,就要再聆訊 那聆訊就不代表即時坐牢 即是再看要怎樣拆,你即是錢就要還 那他五千萬買回來,現在政府兩億多 即是說,你急起上來,你得到兩億多呢 他都肯賣的,我看他 即是你,你好心的,給你多10皮,給你多10皮 就要責下袋,是吧 那但是兩億多 買一間三千多尺的屋,我都覺得有點貴 因為這些屋呢,大家上去,看回80年代頭呢 是說二三百萬而已,我經常看這些 我覺得其他買物業呢,各位網友 二三百萬,在80年代頭可以買一間百家道 現在賣幾億的屋 二三百萬在80年代頭呢,太古城 你總是買四五個單位而已,是吧 但是到現在,四五個大普的時候 單位就是四五千萬,五六千萬,六七千萬 頂龍,你不會去到幾億的 所以一定要買到最好的物業就是這樣 假若你有錢的話 各位網友,我不知道我們 餓夫藏農,喂,他打招呼他 找個地產,你找我都可以 他招呼他,剛剛兩億都能吞 你一下就坐牢,好,是吧 那兩億都可以的,OK 好,另外,舒適寶,收個皮 大家知道,兩個董事被人拉賣 現在呢,暫時呢,因為政府做事而已 就是說他違反商品條例,為什麼呢 最後是不是會告他違反商品條例 未必是的 因為收,倒閉前一天仍然收客 預繳,那其實這個可能是可以涉及詐騙的 你知道要調查心點 他現在違反商品條例,因為商品條例 他的方法就是,你買商品的時候 明知未必提供到服務 但是如果你明知未必提供到服務 其實你真的,我覺得你索性去詐騙 這兩夫妻呢,其實是悲哀的,我覺得 為什麼呢,雖然你說這門生意很多時候都是 我又不能說鴉片,公司不是鴉片 鴉片,鴉片,有時的銷售,那些銷售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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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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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你八幾年搞到現在,結果,最後都是這樣 你,真是不夠厲害,看不透啊 看不透啊,沒有壯士準備 不夠厲害,啊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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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